高溫煎炒 刀削麵 同時還邊煎荷包蛋 早餐業者從早忙不停 對於農委會推動雞蛋全面 洗血政策 想進一步納入 早餐及烘焙業等 老闆最擔心的就是成本 又要增加了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 曾試算 洗血的費用 加上人事管銷 美財經成本至少要再多三元 那我們一般的早餐店 在成本也行 那價錢跟他們當然是沒得比 規定洗血蛋的話 那一定是不夠的 因為他們大企業 基本上都會先拿走 業者還擔心 目前一般雞蛋供應量都不穩了 經過加工處理的洗血蛋 扣除耗損數量恐怕更稀缺 過去今年就有規劃一個 要前面洗血的規劃 今年會做產業的 農委會表示希望能將國內雞蛋 洗血率從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 會漸進式推動 同時邀請產業討論溝通 兼顧工需 還有學者分析 雞蛋經過洗血流程 產關切對市場數量的掌握能更精確 而且透過清除蛋殼上的細菌 藏污能將沙門氏菌的污染機率降到最低 並去除破蛋和畸形蛋 但如何在食安及成本上共創雙贏 還需要第一線先討論取得共識 請新聞曹生妍凱旭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